然后我们是昨天到的柏林 但是到柏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然后所以出去密了点神 然后逛了逛然后就睡觉了 今天呢一大早新的一天开始了 所以我们这个柏林之旅算是从今天呢 正式开始执行 首先呢我们要去跟这个赫赫君碰面 因为他是直接从纽伦堡过来的 然后我们是从慕尼黑过来的 然后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先去碰面 然后呢计划呢今天是先去这个柏林墙 然后去完柏林墙呢去那个布兰登堡门那一块 包括国会大厦那块转一转 然后晚上呢去这音乐厅听音乐会 OK 那现在呢我们就出发咯 你知道哪儿的咖啡店有网吗 咖啡店有网 咖啡店有网 你的CPA成绩公布是吧 接受上帝的审判 几点几点当 4 o'clock 4 o'clock OK 4 o'clock 4 o'clock 等会儿等会儿 need to be in a cafe 4 o'clock 你就想静静的等待你的审判是吧 你得看呐不然等你得查呀 我带大家拍的 然后如果万一你要没过的话 你也喝一小瓶冬天 你得buy me a beer tonight 肯定buy you a beer 我得好好庆祝一下啊 我记得刚来德国 德国这边漂亮 漂亮就念顺 然后天津话不就顺 顺不就是难看吗 像这边看漂亮叫顺 顺 这张写着是1961年然后开始建 61年开始建 61年开始建 然后89年11月9号退倒了 然后从90年的2月到9月 然后开始开始画画 最后那个instandsetung不知道什么意思 翻新吗 不知道无所谓 不知道无所谓 这画风有点是禁忌巨人那种感觉 全是全是叫奇歹人奇行种是吧都是 哈哈哈 就那种画风特别像 哈哈哈 就还有蝙蝠家和小丑 画太丑了 好吧 下一步去哪儿 十中间查理检查站可以去查理检查站 查理检查站 那咱是步行过去吗还是 您刚走啊就可以走 我可以走啊 没有肯定啊 行那咱就走过去呗 那刚说走着过去就过来做地铁来了 4台路左右 好吧 反正现在我们这就已经到了查理检查站了 比我们 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啊 就是一小港哨 上面写着US army checkpoint 这好奇怪 戴着苏联红军的帽子 跟两个美国人 拿着美国国旗的人 一块合影 好吧 谢谢 ok 那么现在我们是刚吃完了午饭吃的这个俄国菜一家小馆 然后因为来来东德嘛就一定要吃俄国菜 再喝喝君的建议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这个布兰登堡门 没有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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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走呗 我去布兰登堡门 那你目的地找是哪 我去长安街 长安街 那就不就往那块走呗 去市政厅那块的 我先看一下 咱先去布兰登堡门吧 嗯 嗯 这是 这是 有车吗 这是让你坐bus M48 到头里之后再坐S S2 M一般不是它的那个什么油轨电车吗 M48 那就是这实际上没有油轨电车呀 那那就是那就是bus吧 那就是那就是bus吧 走 48还真是这 坐到哪一站呢 咱们坐到哪一站喝喝君 布兰登堡门应该是有一站吧 应该叫布兰登堡门 但他不是说要换床吗 哦 是吗 真的好冷 你不冷吗 冷 冷 冷 我觉得你特别的镇定 哈哈哈 我们喝喝君 就只穿着一条单裤 然后鞋还是露眼儿 然后我天哪 现在居然比我还淡定 咱们站在那儿 对对对 你是加拿大来 对对对 这是一种兴事拉箱子的方法 看你这么闭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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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能听出来你是天津人 我今早见过有弹幕 我老爷妥妥天津人 啊我就是天津人 怎么了 我从来没藏着掖着 我只不过天津话 不不我只是普通话说的比较标准而已 你普通话说的比较天津好不好 我 哈哈哈 我普通话说的还是天津 我普通话说的很标准好吗 真的 天津人都这么觉得 我也是这么觉得 哈哈哈 每次都别别人说 你是天津人吗 味可重了 哈哈哈 Certain words you know there are certain words Certain words 没有我说话很少用很少用天津的词 不是天津的词就是有我一会儿 你说发音是吧 啊我这我知道 比如说我咱咱这来说 比如说几点一刻几点一刻 一般不都是几点一刻 咱咱不都是一刻吗 应该是 应该是一刻 啊对 你到现在还以为应该是一刻 是吧 但是我其实现在说九点一刻的多 那你刚才在想半天 我在想哪个词就是比较天津啊 有有 有特别C 有特别C 特别C 有特别C 奏型 奏型是这几次 你跟别人说 我尝了你奏型 别人都听不懂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有个老师 上课就说 就是他讲话讲讲话 他哪认为没听 我忘了 反正方言 他就说 看看同学 有些同学 什么有个人搞乱什么 他就说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那个造型 然后同学们在底 那他是马接了 互相看一看 哪 你在哪上学 不是 那为什么 化学老师 那为什么没听出来 但是他说的有点口音 就是那造型 不是那种奏性 不是天津人那种奏性 然后那 他是不是说瞧你的造型 他就是我觉得 他就是骂人 肯定是骂人呗 我靠那个老师 有隔空传声之功 什么叫隔空 他也对过了 我讲课我们都听见 中间隔着那老远老远的空气 他实话有一种 就是那种隔空 你知道有些人的声音 就是传的远 胸腔共振 应该练男高音 应该练女高音 我刚才也是听着隔空传声 我这声音不都是靠空气 靠震动传播 这一较爽 不是 你只要有震动 不不不 我说的不够严谨 只要有事靠震动传播 我们这个隔空传声 就跟那降龙十八掌一样 隔空打牛 隔空打牛那种感觉 它是一种文化含义 对 降龙十八掌 你也没有 也没有龙 也没有十八掌 是吧 有十八掌 有十八掌 那你只能出十八掌 那第十九掌 十八掌没把人打死怎么办 不是 你来回首 十八掌 是相当应该叫 降龙十八市 十八市 对吧 一市二市三市 不是只能打你十八下 是吧 不是 但一般人也接不十八下 好啊 我也没见过一般人 一会是降龙十八掌 没有 失传了吗 失传 在金庸笔下 到后来 去弄十八掌 到那个 倚天涂隆记的时候 降龙十八掌 就失传了 只有江湖记 他们那个 没有人 盖王帮主 不会用 降龙十八掌 就是在 那个神雕侠旅 后来就 因为耶律 这个白痴 他不是 后来当然 他就不会死 就是郭靖死后 没人会 耶律 耶律什么 耶律什么玩意 就是那个 黄荣最后把盖王 传给了耶律什么玩意 在神雕侠旅 你说耶律 我想到 是什么 什么定律 比如说牛二律 牛三律 耶律阿宝基 没听过 耶律阿宝基 耶律阿宝基什么 西单人 辽国的皇族 叫姓耶律 好看 有点印象 不是 不是那个 好原谅的名字 耶律 耶律 耶被律了 耶律 耶律了 车怎么还不来啊 我天 相声都快说了一半个小时了 今天开始尬聊了 没办法要取暖 这个车特别臭 不了天 你指着人家车 说人家车特别致 不怕人家过来开车撞你 我不会说德国 他听不懂中国 下来华人 谁你妈说是扯刺的 再索一个干死你 创死你 就是说 为不人家说就是刺就是刺 你锁得太对了 我认识 背后回倒血没了买这车 我认识一个那个 我在温娃认识一个姐姐 妹妹开奔车 到底是姐姐还是妹 应该是妹妹 姐姐奔着一类女性 对对 你要上次 我上次认识 别人给我介绍一个人 就聊聊回国 不是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之前天津这个 他给我叫了一个他同学 就是也回之前在澳大利亚上学工作 然后想回国嘛 也让他回国感受 然后我就知道他肯定比我大嘛 啊 我就想叫姐姐 谁姐姐 你才姐姐 你让说话 情商如此低 情商这么低 如此回国 然后就这样 姐姐点点然后无脸 然后情商那么低 你如此如何回国 然后我就 然后我说天津人不都叫姐姐吗 他是天津人 是 不是他说姐姐不是都是卖菜的吗 然后菜摊卖水果 没有我就说 姐姐这几毛钱一斤 天津人都叫姐姐吗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 天津人都叫姐姐 天津叫姐姐这样 一般叫中老年以上的人叫姐姐 这样听着客气 老天津人也叫姐姐 然后他就直接说 哦也是啊 行我那是姐姐 那实际上比你小是吗 大好几个 比你大好几个 啊比你大好几个 哇 那他竟然六十几了 哈哈哈 三十吧 你竟然不到五十多了 三十 我五十多 对我喘越 哈哈 喘越 喘越 我耐玩手云机 不耐玩 耐玩什么机 手云机 什么 什么 哈哈哈 什么 哎呀 你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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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手云机是 手云机 是天津话 不是普通话 不要按普通话去理解这个这个发音 慢一次 啊 不是手云机吗 你发音 发音不变你用普通话去理解 哎呀我还不懂 哈哈哈 手云机 啊 你你不要用 天津话你要用普通话 不一样好吗 哈哈哈 没有手云机啊 在世界上 没有手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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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么机 没有 有慢牛 没有automatic 哈哈 有慢牛 没有automatic 笑死我 我快不行了 好 OK 现在我们就到布莱恩登堡门了 啊 虽然我觉得没啥好看 这四个 这不门 好吧 应该晚上来至少前面有个大圣诞树亮了 听完音乐会你可以从这里出来 你怎么知道晚上亮 好吧好吧 你看你看 不是 你看人家大圣诞树球都挂上了 能不通电吗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立刻就都准备好的 这是法国的大使馆 是吗 是吗 那是美国的 哪是美国的 不是大使馆吗 大使馆不会在这个地方吗 我天 这么失忠心的地方就算浪费给大使馆了 人家占胜国 这证明我们就得占最好的地儿 好吧 今天下午4点 柏林当地时间下午4点 赫赫军的CPA就要公布成绩了 成败在此一举 生死在此一举 究竟是刘芳千古还是一丑万年呢 算有80%的几率是一丑万年了 看看命运的硬币将会致向哪一边呢 究竟是费用还是费用呢 我一会儿要去那个不达柳 好 呢 我一会儿打 打了 我打了 我这就好了 过了 哈哈 超乱用比了 就算过了 恭喜赫赫军过了CPA考试 现在是加拿大注册会计师了 我现在还不是 Hacknicoli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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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谓 反正过了CBA就行 It's ok 祝喝 祝喝 我这没法喝 对你可以编辑了转发此视频 对所以说 咱走了 所以说最近要考试的同学 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一定要 转发这则视频然后你的考试 肯定会过 一定要留言转发点赞 要不然投币 对一个也不能缺你缺一个 你就自己想吧 如果你一套都全的话 你考试毕国 现在我们来到了柏林爱乐厅的门前 一会儿就要进去听 交响乐了 虽然刚才 虽然赫赫君给科普了一番 但现在我全都给忘了 刚才说的是什么 无所谓的 我们现在是存完了衣服 准备进去了 但是因为这里边不让照相 不让摄像 所以我们 还是可以 我已经环顾完了 我已经环顾完了 现在视频已经 估计就到这了吧 至少我们发现 这个穿完衣服之后 穿着非常休闲的人 还是很多的 像我们穿的这种格子衬衫 或者是优衣裤的这种 协价衬衫 不是优衣裤的 这不是优衣裤 这是个 美国品牌 美国品牌 反正看着一样 cheap的 看着一样 cheap的衬衣 反正也不觉得有多么的 突兀啊 这次确实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交响乐团 所以大家穿的也都很随便 OK 那么我们一会儿这个听完音乐会再见咯 采访一下赫赫俊 觉得这个交响乐团的演出怎么样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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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点 谈谈个人感受害羞什么 不录就可以 不录就可以也没录 对 我会看 都有眼 为什么这么羞涩呢 今天都考过CPA了 都开心了 放开一点 比较比较 跟昨天的柏林爱乐比起来 肯定是 差了一个档次 这么明显的 因为我完全外行看热闹 挺明显 嗯 挺明显的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会觉得让你觉得就是特别明显 不是一个档次的乐团 相对比较乱 比较乱吗 比较乱吗 你这个说话是 比较一下什么档次 然后比较乱吗 那种感觉 咱能别这么说话呀 咱说人话 特别 就是 骂感操 好挺吗 觉得 不太好挺 不太好挺 怎么不好挺 咱子也 递 递 递吗 递个 别 别 别 灌 灌 是吧 正在这叫想乐团呢 演出大厅 这么搞丧的地方 咱说天井话 有吗 这叫叫想乐禁天井 叫想乐禁天井 怎么感觉像那些电影瞎像那种感觉 你天井话说的有点不标准 我天井话是不标准 我告终才会说天井话 他那个就是有点太刻意的那种感觉 太刻意 谁太刻意了 只会太刻意了 没有我说你说天井话太刻意了 我说天井话 你评论我干嘛 我让你评论乐团 你评论我天井话干嘛 你这是那种典型的阳广快乐生活的那种感觉 你也差不多 行了行了 我也差不多 我觉得 我自认为我天井话说的还挺 我没问天井话 我问你这表演怎么的 你跟我说天井话干嘛的 我在灌上 灌上 我不想灌上 灌上没电了 妈没电了 我刚从怎么办天井 满的满哥的电 你看满哥的电现在 你甭管我 没电你灌上了 不可能 对 灌上 你这么羞涩 就羞涩 不好意思评价 我灌上 灌上我就评价 你灌上 灌上灌上灌上 哇 真的好冷啊 我们是刚刚听完了这个音乐会 在赫赫金的带领下 也算是我们的一种新的体验吧 人生的第一次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虽然说可能水平不是最高的 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不过说实话我确实是承认自己在中途睡着了一次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今天随着交响音乐的结束 我们在柏林的第一天 旅行也是结束了 明天我们计划去吃麻辣烫 然后再去国会大厦穷顶上面转一转 然后包括在城市里转一转 所以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现场微博 我是巴特曼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